众所皆知 就是相声演员长远 大家可能不知道 长远自又便开始学习相声 他的爷爷是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 为此 长远一出生就是常世相声的第四代传人 他六岁的时候 就与爷爷搭档在央视春晚舞台上表演了相声 对话去谈 爷孙对话 长大以后的长远更是考入了北方曲艺学校 为了能够专研相声 他拜师圣洁为师 从而学习到了不少相声技巧 如果单以相声界的辈分来论 实际上长远和郭德纲是同辈人 瑞云鹏和郭麒麟见到他都还得喊一声 诗书 相信有很多观众对长远最深的印象 应该来自春晚舞台上 他曾经三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给全国观众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 除此之外 长远还在 欢乐喜剧人中 凭借其独特的魅力 将一个接一个的 娘娘腔 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为此 有不少观众将他与文松 宋小宝比较 甚至还调侃他是喜剧界的美男子 对此 长远自嘲地表示 只要观众想看 别说娘 言鬼都愿意 除了事业以外 长远的感情状况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他曾在节目上公开透露自己暗恋过李小璐 甚至还写过一封没有送出去的情书 据悉 长远对李小璐是属于一见钟情 俩人从小学相识至今已有三零年 其交情可谓是十分深厚 每当李小璐在网上被人黑的时候 长远都会挺身而出保护他 然而 令人感慨的是长远终究还是不随黄小明的后尘 只能在内心涂流一袭白月光 如今 长远36岁 与他同岁的李小璐已经嫁人生子 反观他在娱乐圈依旧独自一人 前一段时间 长远在微博晒出的图文配置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 乍一看还以为他要公布恋情 但当大家看到是郭麒麟满脸娇羞一威在长远的肩膀上 不由纷纷调侃道 恭喜著名演员长远公开新恋情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